LIFESTYLE的觀眾你們好 我們是JR施澤料理 又是我Jonathan和我的拍檔Vess 今天我會教大家煮一個好像三杯雞的食物 因為我們今天有很簡單的材料 我們有雞,當然,雞斬件 還有中國白酒 我們有醬油,即是生抽 阿廷看到有牌子在這裡 對,這個是JR自己出品的特別醬油 我稍後再介紹一下,還有我們自己出的薑醋 我們有些芫荽、蔥、麻油、蒜頭和薑 我們現在先開火 開大火 Rex,有煮過三杯雞嗎? 有,但我通常用牙煮 也可以,我這個方便一點 我這個炒完後,焗一焗就可以上碟了 薑切絲 把蒜頭切碎 好,鑊夠熱,我們就可以放少許油 我們現在就爆了一些蒜頭 還有薑 薑就不用加了,這樣就夠了 要煮多久 你這個菜 這個菜,如果不算我蓋蓋燜 或是蓋蓋燜 我想十分鐘內就煮完 看到薑開始有少許焦邊 不是少許黃色 我們就可以開始放這個雞去包 好,來 好 平時我們做這個雞 有時候我們會先用鹽 吃一下那些雞 但這個不用 因為我們一會 蓋蓋會收汁 所以已經入味了 就不用這樣放底味 都應該不用了 因為我們的醬汁已經做了這個動作 我們不要經常反對它 先煎香了 如果不然不煎香 炒得出水 水汪汪就不好吃了 但有沒有用什麼雞 會比較好吃 沒有所謂的 三黃雞 我也喜歡 三黃雞比較香 多油 那時候要多些工聚 三黃雞 就是要多些肥油 這個油不能太深刻 大火 我們不用小火 不需要 這個送菜 我覺得用來送飯的醬汁 是一樓 這個很開胃 嗯 喜歡辣的朋友 可以加少許辣 但我今天就不煎辣了 我們剛剛煎到差不多了 我們就可以加入醬油 然後加入薑醋 然後加入薑醋 這個有薑醋味 顏色已經很漂亮 對 我們加入麻油 嗯 很香很香 然後我們炒了一會 再加入酒 多一點不需要的 不用怕 煮完酒精 一煮完都廢發了 沒錯 其實最重要的 其實是有香味 最重要的 現在的顏色已經很漂亮了 好 我們怕它不熟透 很簡單 我們蓋一下蓋 煮一兩分鐘就可以了 我們可以 火太慢了 你聽到可以 可以收拾小一點 而不容易會燒焦 因為現在有糖分 我們有糖分 所以其他味料都不用加些什麼 已經 好 炆了大概也有兩分鐘 其實我們應該已經夠熟透了 因為如果過濃的話 可能會老了就不太好吃 你看看 汁現在收了 又會稠了一點 好 最後我們放少許蔥 然後放些芫荽 然後放些芫荽 芫荽 芫荽是這個菜的其中一個靈魂 不過不要太多 三本雞肉就會放九層塔 你放芫荽 對呀 我放芫荽 看你炒完的效果 這麼短時間 都好像人家炆了起碼半小時以上的效果 哈哈 這個雞肉也不用炆了 對呀 其實是 是不是因為加了JR醬油 不要這麼黑色 那當然 有時候是自然香的 我不是專門賣弄的 因為其實 酸的東西 肉是很快軟的 對呀 我們有醋 好了 可以上碟了 好 事不宜遲 我們試一下 來我夾給你 你喜歡吃什麼 雞翼 這個 嗯 很入味 很滑 嗯 那個芫荽做到一個作用 一入口那一下 就是這樣 兩個醬就完成了 嗯 是不是 兩大名醬 兩大名醬 對呀 萬用精煮薑醋 一定要試一下 還有JR經典八搭醬 哈哈 正呀 哈哈 這就是沒有記性 自己的出品都記不到 下次會想些 不要那麼尷尬的名字 哈哈 那下次見 OK 拜拜